在快速变化社会当中压力无所不在 而根据统计 青少年自杀率有逐年攀升的现象 为了拉住这些年轻宝贵的生命 华联县生命县协会 特别采用文字协谈方式 利用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对谈模式 给予年轻朋友更多支持和协助 也在青少年迷惘的成长过程当中 为他们点亮一盏闽灯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当中压力无所不在 根据统计青少年自杀率有逐年攀升的现象 为了拉住这些年轻宝贵的生命 华联县生命县协会特别采用文字协谈方式 利用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对谈方式 给予年轻朋友更多支持和协助 也在青少年迷惘的成长过程中 为他们点亮一盏明灯 他们的生活困沌或家庭问题 感情问题 学业的问题 或者在学校里面有些不适应或霸凌的问题 造成我们年轻人反而现在越来越多 身心的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 所以花联县生命协会 现在是全国生命线里面 占好为三 到今年已经算是唯一的 一个有文字协谈的生命线了 我们透过LINE 或透过一些网络的方式 跟这些年轻人来做比谈 然后了解他们生命的问题 他们很怕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电话号码被我们知道 他们也觉得去跟陌生人去倾诉 这个他心里的问题是可能会有一些害怕 所以他们习惯用文字 那LINE的群组可能有些是假名 所以他们觉得非常安全 那他们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意见 尤其感情的问题 学校的问题 或者父母相处的问题 那我们相信这些志工都是经过训练 因为人生非常有历练 所以对这些小朋友 就像自己的孙子 或自相儿女一样 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意见 除了透过与时俱进的方式 来协助青少年族群 生命线协会也积极走入社群 部落、学校、军营 推动自杀防治工作 也期待有更多人一起来支援 和加入生命线志工行列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